这是龙族最后的荣光 纠集的龙骑士 游戏等人坐上方舟 前往恶龙山拯救海马兄弟 半空中一群杂兵拦路 孔雀武召唤快乐女郎 城之内召唤魔道法师 游戏召唤黑魔道 但杂兵们玩鹰的 开始攻击方舟底部 游戏腿短站不稳 一只大鸟直指游戏 NPC小妖精为游戏挡下知名一击 而黑魔道也赶来救假 好家伙 玩游戏玩出感情了 小游戏仰天长相 也突破了最后一座防御塔 眼看就要到达基地水晶 我靠 玩赖 基地水晶怎么能攻击 幸好亡样机智 召唤守城一龙逃过一截 原来能飞的怪兽就能到达 那这方舟有毛用 而此时女装大佬归屏 成功找到社长 召唤恶魔剑士攻击 社长被成功释放 拿到了自己的卡组 于是他感觉自己又醒了 再次召唤青眼白龙 一个喷射白光消灭反派NPC 而骚人再次出现 打算故技重施 扔出龙族封印之壶 社长表示事不过三 召唤陷阱专家把壶砸了 并且召唤第二只青眼白龙 这时社长想了个招式名 双重喷射白光发射 消灭一大堆杂兵 而亡样这边遭遇危险 简勇开始破裂 飞出来好几只大王 但亡样表示不慌 召唤飞剑龟与粒子球 没错 就是拯救世界的粒子球 配上增值卡简直无敌 无数的粒子球变成炸弹 大鹅们被炸的毛都不瘦 粒子球王YDS 三人来到最后的战场 只看见一个鲶鱼头叹了出来 是海马兄弟 这下外面的股东们坐不住了 他们要开始卡巴巴 于是众人被换了个场景 长着五个头的恶龙出现 我去 这不是明摆着玩意吗 没有祭品五头龙不可能复活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发明的游戏我们说的算 而且众人所在的地方是龙族圣女 只能召唤龙族怪兽参战 社长一听又站起来了 我龙族扛巴子没扶过谁 说着就召唤了青眼白龙 众人随之也召唤龙族怪兽 看起来势均力敌 众人立刻发动攻击 却都被五头龙抵消 并且还有一个头能发动攻击 眼看龟屏没有怪兽保护 那就是你了 城之内立刻挺身而出 让真红眼黑龙挡下攻击 而自己的生命值也随之归零 好家伙 打游戏打出人命了 孔雀武看完表示我也不活了 果然五头神龙成全了他 这下孔雀武也没了 王样化悲痛为力量 召唤了传说中的混沌战士 然后让社长召唤究极龙 但社长十分傲娇 表示自己可以解决 五头龙看不下去了 全剧就你会装备 危机时刻 欧豆豆帮他挡下致命一击 果然装备一时爽 追地火葬场 愤怒的社长立刻召唤青眼究极龙 王样也发动融合 让混沌战士骑在究极龙身上 于是龙族最后的荣光 究极龙骑士登场 可以吸收目的于场上的龙族 每一只可以提升500攻击力 于是攻击力高达9000分 社长愤怒地下达开火命令 随之五头龙被击败 游戏与社长被传送回城里 女装归平为表示感谢 献出自己的真身 复活已经牺牲了的三人 最后在傲娇社长离开后 五头神龙片结束 战斗城市片即将开始 战斗城市片即将开始